當選高雄市長後 陳其邁來到大奇美地區洩票 受到支持者歡迎 他一當選就出現雜音 因為臉書上出現兩個社團 一個是歌麥行動 一個則叫做罷免連線 還有網友製作罷免影片 即日起立即展開 陳其邁的罷免行動 不過對於歌麥聲浪 陳其邁的回應導致酸度破表 早上都很早起床 他們會很辛苦 我也不喝酒 也不打麻將 言下質疑還是要跟前市長韓國瑜比較 但住不住關底這一題 似乎跟韓市長意見相差不遠 女兒在臺北念書 兒子她要出國 這人口簡單 就兩個人兩隻貓 所以我們還是會 以現在住在左營的住家為主 至於小內閣 陳其邁依舊口風景 只透露到時候會找一位 有交通建設專才的副市長 尤其像捷運路網 有很多都需要立刻上工 會有一位副市長來轉折 來處理這些重大的交通建設 能夠盡速的讓他能夠上工 而且展現行政的一個效率 陳其邁當選後 卸票三天 他表示周三開始才會正式布局小內閣名單 也意味著代理市長揚明州即將卸任 18號上午也跟市府團隊 以及38區區長拍畢業照 完成階段新任務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